民國八十三年就在到新團中的六港目條大師 習晉輝一行超過一家日 他也拿到傳統工業政府保存者 人間國保以及國家工業生存中的觀點 中華官文化協 今年特別邀請阿喜老師來記辦特典 分享他八十項經典的傳承作品 一尊一尊總言的心想 是六港政府大師習晉輝老師 特別精算出來的作品 每一尊目條心想都是習晉輝老師的心悔 一行七十年也在到國家工業生存中的觀點 這回應文化協的邀請 特別帶來自七十年來 上萬一的八十項作品來分享 在一百年的時候就獲得 我們國家級的無形文化資產 這個政府的基礎保存者 也就是俗稱的人間國保 這個政府的基礎保存者的榮耀 在一百零三年的時候呢 獲得到我們公益建最高榮譽 也就是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 這個國家工藝成就角一個殊榮 那施藏老師呢今年已經八十六歲了 所以他這一次呢精挑了他整腹 還有木雕還有七線 泥塑以及浮雕 五大技藝的一個精彩作品 總共八十件 謝老師說一歲就帶到爸爸 學木雕 學徵活 每一件作品都很用心 不過算不是每一件都很溫意 那當年我最溫意 怎麼說最溫意 因為那個平衡、那個自協、那個衣折 很溫意 還有那個臉也很自閉 還有一順那個人士市場 現在外面海道有帶那張人士市場 那時候做得最溫意的 那這關係不是做得最溫意的 這個我如果說你看 每一入去做每一入去做 沒有辦法 都說這先做起來沒有理 先做起來沒有理 這個沒辦法 欣向工藝台書七十年來精華創作 市建委老師帶來包含 貪圖 傳統木照 刷山跟年速頂頂 總共八十件的作品 可以說70年筋電團穿姿作 大家好,我是梁中华,彩虹博德